剛剛有同學多問了幾個專題的問題 那我等一下一次再跟大家回覆 讓大家比較清楚 然後等一下再講的時候 大家也可以再歡迎再提出 關於專題你想要確認的事情這樣子 好 那我就把後面這一口氣跟大家介紹完 那應該就可以來進行專題最後 看大家有什麼問題的一個部分這樣 所以這個透明面看起來是有點小 所以也是請大家看一下那個就是講義 你要下載講義或者是課本的一個部分 前面這些其實都跟前面剛剛交到的是一樣的觀念 所以稍微提一下就好 左邊這個是一般的文字檔的開檔跟處理的方式 中間這一個是二進位的檔案的處理方式這樣 第一個範例這個沒什麼太大的 沒什麼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你要讀檔 讀文字檔就是R 讀Binary檔案就是RB這樣子 開檔第二個例子 開檔就W 開二進位檔案就WB 這樣也沒什麼不一樣這樣 如果這邊你有就是結構的話 第三個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如果你有結構的 那如果你在那個你要把一個結構的東西呢 就是存到 存到存到那個應該說存到那個結構裡面 把檔案裡面的東西存到結構裡面去的話 那你可能需要把每一個結構的資訊都列出來 比如說這個行星之前交到那個 它的名字啊它的直徑啊 烙太陽的時間啊 自轉時間啊等等的這樣 它一個一個寫出來 但是這邊大家可以 你如果前面文字比較你看那個差別的地方 它這邊需要一個一個列出來 如果你是二進位的呢 你根本就不用全部一個一個把它列出來 你只要跟它講呢 你這個用FRead的 就是FscanF對到二進位的寫法是FRead 剛剛跟大家講FprintF在文字檔 對到的二進位的命令叫FWrite 所以如果你要二進位的話 寫檔寫東西是FWrite 讀東西是FRead Read裡面的參數跟Write裡面的參數是一樣的 如果你是結構的話 本來你要一個一個寫出來 看要存到哪個地方去 用二進位的方式不用 它會自動幫你安排好 你就跟它講 你現在要讀的結構是什麼 那個起始位置在哪裡加個add 然後跟它講這個planet的size 就size of這個結構的一個大小 它就會自動幫你把這個結構裡面的 所有東西都讀進來這樣 也是複製一個這樣子的結構就好 一個這樣子的結構 重點就是這個size of裡面 它現在就放了那個結構的那個資料形態 它就會自動幫你把它複製進來 把這個檔案裡面的東西呢 全部搬到這個結構裡面去這樣 所以這個表格其實我也是要讓大家看一下 你回去也可以再參考一下課本 它是要跟大家講說 如果是這個你覺得很麻煩的話 其實你可以直接做 用二進位的方式來做FRead或FWrite 這個code都會少很多 而且執行時間也會變 據它所說是會變很快這樣子 就是說你不用先把 譬如說本來它是一個文字檔 你不用先把它變成binary 然後做一些處理 再變回來文字檔 做一些轉換也是需要時間的這樣 再說明一下 這個東西不是專題必要要做的事情 就是這個二進位的這個東西 不是專題必要要做的事 就是說如果你有做 你有講出來 它比較像是你加分的一個選項這樣子 然後這邊有一句話要特別注意的 就是在你的程式裡面 你要嘛就是在那個點C檔裡面 全部都用這一種 或者是全部都用這一種 最好是不要去混著用 免得你會自己一方面搞混 一方面你要編譯上 搞不好也有什麼問題這樣 你要嘛就全部開文字檔 要嘛就全部開二進位的檔案 即使你要做 你如果要真的要混著用 可能就把它分成不同的點C檔這樣子 所以這個讓大家看一下這樣 最後面這一個 也是讓大家看一下 本來你這個 譬如說這邊有個陣列 叫Numbers這個這樣 原本你要存東西還是寫東西的話 你要用for回圈一個一個用 如果你用binary的file就不用 你就直接也是fread的 你只要寫好 譬如說這邊總共有maxmunk 本來是從0到maxmunk 總共有maxmunk假設叫100好了 它有100個這樣的東西 它要for100次 現在如果你要用二進位不用 你就是fread的一行就可以了 但是你在這邊跟他說 你要連續抓100個 就是這個 所以差別是在這裡 所以這邊其實主要都是要跟大家講 你看左邊這邊都是稍微有點複雜 右邊這裡就可以變得很簡單 所以這個概念上是這樣子 讓大家看一下 f-close大家都一樣 這個就沒什麼差別這樣 大家可以稍微參考一下這樣子 好 所以binary的部分大概就是這樣子而已 所以如果你大概使用的時機是這樣 如果你覺得你的程式好像跑起來 不是很快的話 你可以試著用這個binary的file來做這樣子 看看應該是會快一點這樣 我的經驗來看的話 一個程式跑快不快 其實這個不一定是最重要的因素 最重要的是你在你的程式裡面 到底是怎麼去執行一些程序的 譬如說for回圈 不知道大家最後寫出來 有沒有人會用到三層for回圈的 就for裡面有for再有for這樣子 三層for回圈基本上就是一個 一定會讓你變慢的東西 特別是你for回圈的數字 譬如說我們說大概可能有100個 100乘100乘100這樣就10萬 實際上的程式不會只有100 可能是1000或是1萬這樣 有的寫更糟的還會有那個4層for回圈的 或甚至5層for回圈的 這個在我們的專題裡面 不會是扣分的選項 你要這麼做也ok這樣子 只要你可以做得出來就好 這門課的專題目的是要做得出來 你以後修別的課 他就會跟你說要做得好 你以後去工作要面試什麼的 你要講的也是你做得多好 你做得出來可能不是那麼重要的事 因為大家都做得出來 譬如說 通常我是拿另外門課當例子 譬如說這樣子 這門課修完你就出去 一定可以跟別人說你會寫西層式 可是他接下來一定會問你說 這西層式大家都會寫啊 你寫得多好 你要怎麼說這件事情 你跟我講你寫得多好這樣 我本來這個例子我都是用在我那個 教那個IC設計的課 你修完我那門課你一定可以說你會做數位IC 可是每個人做出來數位IC是不一樣的 譬如說CPU你做出來可能是1GHz 你做出來可能是100MHz 但是你的1GHz面積可能超大可能是他的100倍 可能之類的這樣子 這樣你也可以說你會輸的IC 可是你做出來的IC不能用 所以其實大家 這基礎課就比較強調你會用把他做出來 你後面修一些進階的你就要自己要可能要求自己 你怎麼回答人家問 當他問你說你做的多好的時候這樣子 因為人家在乎的是做的多好這樣子 好 但如果你是去學一個新的語言的話 那就不一樣了 據我所知好像之後系上應該會開一個人工智慧的程式語言 如果你是會那個語言 別人都不會那就不一樣了 你就跟 去公司就跟他說你會這個語言 搞不好全世界就幾個人會而已 這樣那你就蠻有價值的 好 最後這個11.3 這個也蠻快的 他這個跟大家講一個Case Study 他有把剛剛說的文字的檔案 跟Binary檔案都有用進去 這個不太確定大家 你們自己做的專題有沒有跟這個有關係 他這個就是一個資料庫的檢索 這樣子 所以我個人是覺得應該蠻多詛咒都跟這個有相關性 所以你要去檢索 你遊戲裡面要去要抓什麼資料出來檢索 保險相關你也有抓一些資料 財務狀況的管理 可能也有一些資料庫上面 你建了一個資料庫你要去檢索這樣 先讓大家看一下 他要做什麼可能比較重要 詳細那個Code大家有興趣回去再看就好了 他做的事情是這樣 他是一個類似可能PC Home 那種物流的那個東西 就是他要賣東西給別人 可是他要賣之前他要先確定 他這個東西還有沒有貨 然後他的價格是多少 因為你以後譬如說開店 人家一定會問你說你有沒有賣那個 然後賣多少錢這樣子 所以他就要做一個這樣的檢索 譬如說他有賣印錶機 那別人就問他說你有沒有印錶機 是價格是小於美金100塊的 這個現在還蠻常見的嘛 現在印錶機應該都沒有那麼貴了嘛 你們的印錶機家裡有印錶機嗎 你有發現印錶機有一個很神奇的現象 像是墨水比印錶機本體還貴嘛 就你墨水換兩次 你乾脆就換一台新的那種感覺這樣 我覺得蠻特別 以後很多東西都是這樣子 就是耗材比本體貴這樣 譬如說上次我聽一個學生說什麼 他們以前搬上去外面旅遊的時候 有一個同學很愛攝影這樣 攝影他就帶了一個單眼的相機這樣 單眼相機他有鏡頭嘛 然後他把那個鏡頭放在旁邊 他沒有弄好 結果他女朋友走過去 就把那個鏡頭貴起來 然後那個鏡頭就 然後他就說瞬間那個世界 就變慢動作這樣 我要舉這個例子 就是那個單眼的鏡頭 比單眼的相機還要貴很多 這件事情這樣子 如果大家有的話 搞不好有的人攝影 他那個機身只有一個 但是他有一個袋子 全部都是鏡頭 然後有的人會 就是攝影師他的嗜好 他可能會買很多鏡頭 所以像這個 這個印表機 小於100塊的 有嗎 他可能會問你 或者是說 那他查詢一個貨品 他的貨號是5241 他是什麼貨品 譬如說 那現在有人問說 你有什麼這個是碳粉夾 或者是墨水夾等等的 不太確定他這邊指的是什麼 但一般看到這個字 是碳粉夾 雷射印表機的碳粉夾 也比雷射印表機本體貴 一個顏色好像要三四千塊 彩色的有三個顏色 一個就要四五千塊 所以你彩色的三個顏色都沒了 就一萬五這樣子 那這台印表機 可能搞不好就是一萬五這樣 所以你換一次 就是換一台印表機的那種感覺這樣 你有什麼樣子的碳粉夾 你有黑色的嗎 有那個紅黃藍嗎 等等的這樣 所以他就要做一個系統 來方便他管理他所有有的貨品 以及回答顧客的所有問題 所以他要做的事情 他這個系統可以怎麼做呢 這個大家可以參考一下你的課本 我把它就是截錄在這邊給大家看 他就是做一個 他跟這個使用者做一些互動 但是他同時又有檔案處理 他的檔案就是把所有他有的東西 都存起來這樣 但是使用者要怎麼去查詢呢 他可以選擇有這些選項 不確定大家會不會你做出來系統也是這樣 使用者一開始進來的時候 必須先選擇他要輸入什麼樣的資訊 來做檢索 譬如說這個都是一欄一欄這樣看 譬如說這個庫存量 庫存量呢 他這邊設定的是使用者一定 他設定 真是不好意思 他設定的是使用者在查詢的時候要給他一個範圍 一個最小值跟最大值 譬如說他要查庫存量 他可以說我要查現在這個貨品 他的庫存量有沒有小於100 或者是大於10 有一個範圍 所以他這邊有一個low bound跟high bound這樣子 所以你可以輸入最小值 你也可以輸入最大值 像剛剛前面有看到他問說印表機有沒有低於100塊美金的 那這邊他就會是最後這兩個 你可以輸入這個price是high bound就比較高的那個界線是100 那他就會這個系統就會知道你要查小於100的這樣子 好 那他總共有四類資訊 庫存量 然後他是什麼樣子的種類 跟他的貨號 比如technical description貨號這樣 他是什麼編號這樣每個都有一個條碼 跟他的價錢 所以舉例來說他現在要查一個叫做那個數據機 modem這樣子 譬如說他就先他要查modem 他就選這個c 這個種類這邊他輸入選c 選low bound 或high bound應該都一樣這樣 就選這個modem這樣 那選了之後他接下來呢 就再繼續選說 那我再輸入一個high bound也是低 也是modem 也就是說他的範圍呢 比較小的叫modem 比較大的也叫modem 集合起來就是他就只是要查modem而已這樣子 在他的系統裡面他就要查這個數據機這樣 但是他要查什麼樣價錢呢 是低於199.99的 這個我都覺得是商人的那個 你寫這樣跟寫200不是都一樣的意思 但你看到就是不一樣的感覺這樣 去考試都看到199.99趕快買 而且看到200你就會思考一下 其實也才差0.01而已這樣子 通常都會寫什麼99.99這樣 你去美國國外買東西的話還蠻常看到的 所以他這樣輸入之後他就會跟他講說 那現在他就要去查詢 有沒有modem這個貨品 而且他的價格是在199.99以下的 因為他輸入的是h就是high bound的部分 所以他這個 他每輸入一個東西 他這個螢幕上秀出來的值都會不一樣 讓那個使用者知道 目前他要查的 譬如說每一項的資訊 有些是預設好 他現在要查的是modem 就這一個 然後價格是介於0到199.99之間 然後他就會開始幫他做查詢 如果有找到的話 就跟他講 那現在這個庫存是多少這樣子 所以這個就是這樣的系統 所以下禮拜大家 你一開始要demo給我跟助教看的時候 也是讓我們知道 你這系統要怎麼用 可能我們會想要自己操作 就是你跟我講怎麼用 我自己試這樣子 所以這邊你可以準備一下這樣子 或者是你就是看你要怎麼demo 如果可以讓我們操作 可能多點互動會比較好這樣子 所以他就這樣輸入之後 他的演算法就是這樣 你輸入一個modem 他就進去資料庫找 有沒有這一項東西 如果有 那就去找 把他相關資訊全部一次秀出來給我看 就看我這邊設定的條件是什麼 譬如說我就是只要找modem 然後價格是介於這之間 你看有還是沒有 有你就秀那個庫存量給我看這樣子 那還是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後面我可能比較多講 就是他的想法這樣 扣的就不用看太多這樣 如果大家要 要那個 知道細節的話可以再看課本 所以其實下禮拜你也是 只需要跟我們講你的想法 等一下我會說明一下 要講哪些東西 扣的細節你不用跟我們講 就是你放在那個書面報告裡面 我們就會去看了這樣子 所以像這個 這個整個資料庫他要做什麼事情呢 就是一開始開檔 這個跟大家專題還蠻像 一開始你把你有的東西寫到一個file裡面 然後去開檔讀它 讀完之後你的資料庫就載入完成了 也就是說它是個初始化的一個動作 接下來呢就是使用者 要輸入一些資訊 譬如說我剛剛要查 modem小於199.99 我輸入完之後 我根據這個資訊去我的資料庫找 有沒有符合這個參數的 有沒有modem 它的價格有沒有小於199.99的 就是先開檔 然後使用者輸入這parameter之後 我根據它輸入的資訊 回報這個產品的資訊 如果有match的話 如果有符合的話 我回報回來這個螢幕這邊 讓它看到這樣子 所以這邊這個code 只是要讓大家看一下 基本上我剛剛有看到有組別 已經有用結構 應該蠻常是會使用到結構這個東西這樣 每一個產品有自己的它的 它的編號 它的庫存量 它的種類跟它的價格 如果要搜尋的時候 我搜尋的時候 也有不同的種類需要去做搜尋 所以它也用了一個結構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你的程式裡面 如果有不同種類的資訊 其實你是還蠻適合把它變成一個結構 把它用來做使用的這樣子 所以詳細其他的 我就不是詳細看 讓大家自己回去看這樣 然後它的主程式就很簡單 就是請這個 請先輸入這個 你的資料庫的檔案名稱 因為你可能不同資料庫有不同的檔案 開檔完之後 就啟動一個程式叫做 get parameter 請使用者去輸入它要的資訊 然後得到一個資訊 這個存回來這個 parameter 這個變數 再丟來 display match 這裡 所以也就是說這個 parameter 這個東西會決定它有沒有 match 如果有 match 的話 它就把結果給秀出來 所以你的主程式照理來說應該會蠻簡單的 因為你很多東西是拆成不同的副程式 跟我們一開始教的是一樣 主程式只是寫說你要做哪些事情 但是你每一件要做的詳細的東西 應該是寫在自己的子程式裡面 所以主程式裡面搞不好不會出現回圈 回圈應該是在副程式那邊的 你可以看一下 一般主程式應該是蠻簡單的 這樣 下面這些 就大概參考一下就好了 所以 它會叫使用者去輸入這個 parameter 就get parameter 所以它就會是說 Display那個Menu 就剛剛大家看到 然後叫它輸入ABCDEF那個選項 得到Response 那你也可以在你的系統裡面設定說 如果它輸入一個Q 就代表它要結束這個程式了 所以譬如說像前面這個例子 它會說呢 如果你輸入Q就是 就是這個參數你覺得OK 不用再改了 所以你的使用者介面可能也要設計一個 就是可以中指的 就是那個程式跑一跑 它 是一定都要叫使用者不斷的輸入嗎 還是使用者可以有什麼方式 可以說這樣就好了 我不用再額外再執行 像這邊是用一個Q來代表這樣子 所以就這邊輸入 如果它輸入不是Q 那就看說它到底要輸入什麼樣的資訊 結構裡面去選擇 譬如說它現在要輸入價格的上下範圍 還是物品種類的上下範圍這樣 譬如說我現在一次要搜尋印表機 鍵盤跟數據機 我要一次看三種的 那我就是上界下界就會設定 譬如說印表機跟鍵盤等等的 好後面它這個就是 先請使用者輸入 就是有Parameter直線初始化 請使用者輸入這個東西 它得到這個結果之後 再丟到下一個程序裡面去做這樣子 所以這個讓大家稍微看一下 你自己在書面報告上也可以畫一下 這樣子的一個流程圖 跟寫作業的時候類似這樣 最後就是第三個 它就三件事情而已 如果不是Match的話 那應該說如果是Match的話 它就去抓那個相符合的資料 那就把這個結果給印出來這樣 就是如果它一直輸入的都是Match的 它就有個回圈一直去印那些資料 那如果沒有Match 那我就輸出一個 No product available這樣子的一個訊息 這樣子 所以大家在書面報告那裡 大家要跟我們講說你的演算法 這個algorithm是怎麼做的 然後你的這個架構圖 這個流程圖是怎麼做的這樣子 跟作業一樣這樣子 那我們就去看大家的程式這樣子 所以這邊程式的部分 應該就大家回去再自己看就好 基本上它就是print這些東西 請使用者輸入之後把它存起來 然後存起來之後 還有一個Match的程式 它是用像這邊Stream 它就用這個Stream Compare 所以大家會提到 你如果說要符合那個Stream要使用到 譬如說你的資料庫裡面一定要做比對 那就可以用Stream Compare 它這邊就是 只要這個比對的內容 那個上下範圍符合你資料庫有的東西 它就會把它印出來這樣子 所以這個Stream Compare應該是蠻好用的 最後就是把這個結果秀出來這樣子 就是秀這個東西 大概就是這樣子 秀的時候就是 就是只要這個 是Match的 就是這個 如果剛剛那個比對的結果是Match的話 那Status是1的話 那它就開始印東西這樣子 所以這邊就沒什麼特殊的地方 就是只要它是Match 你就把它相關的資訊給印出來 好 大概是這個樣子 如果不是Match的話 那就說這個東西Sorry 沒有這個東西這樣子 想法上很簡單這樣 實際上 大部分程式應該Main都很簡單 就算你之後學CPU的設計 它的Main也就 就要做五件事情而已這樣 那CPU其實說困難也沒有太困難 它就做五件事情 這邊就做三件事情 到時候就看大家的Main Function 做幾件事情這樣子 好 它也是這樣 所以這個單元裡面跟大家講了 Text File 跟Binary File 有什麼不同 基本上大家就是 最常用到的就是Text File 可是它可能有個缺點是 它寫比較多的Code 跟執行時間會比較久一點 因為它要做那個格式的轉換 如果你覺得 你只是 你那個檔案內容 根本你也不用看 你只是想要 加速 他們那個傳輸檔案的過程的話 你可以試著把它變成 Binary File這樣 它用的就是電腦的 就是 內部的資料格式 就是那個 二進位的那一個這樣子 所以 只要你要設計數位的東西 就二進位的 所以我才說 我個人比較喜歡二進位 因為它不是0就是1 你接下來 大二以上的同學 會即將進入大二的同學學 在電子學它就是類比的 一個電壓不會只有0跟1 它就是0.1 0.2 1.3 到時候就要算那個什麼傳導電流 impedance什麼的 那些都是類比的 我個人就覺得類比跟我 不是那麼對盤這樣子 大家可以試著找一找 你覺得對你來說 你可以滿發揮你自己能力的一個 跟興趣的一個主題這樣子 好 所以這個就是最後一個 要補充給大家的內容這樣子 那再過來我就跟大家 討論一下一個專題的部分 先把一些需要讓大家知道的事情 再補充一下 等一下大家可以問問題這樣子 先說一下這一個這樣 我先說這個要求 這個要求是每一個都要做的 但是做到什麼程度呢 是你自己決定的 譬如說 我們說要用到 Function Selection 這樣子 Function你可以 就是你不要只是宣告就好 你可以說你用了Function 但是你只有用Function 你就很簡單的 你就把它呼叫過來 做一些事情再呼叫回去 你沒有用到其他 譬如說我可能用Stream會比較簡單 說明 Stream我們交了一堆Function 你可以跟我說你宣告一個Stream 你也做了Compare 但是你其他的Function完全沒有用到 這樣也OK 這樣也有符合我們的要求 只要你有符合我們這些要求的話 你這個25就一定會有這樣子 就是只要前面那個人 你有碰到 但是你不要只是宣告 你不要真的只是宣告Stream 然後我們看半天也不知道 你這個Stream 在程式裡面做了什麼事情 如果是那樣 你會被認定為沒有用這樣子 我說沒有用是沒有用到那個東西 不是你個人 就是沒有使用到 沒有使用到那個Function 所以你會看到助教新的那個 更新的東西是跟大家講說 如果前面那幾項 有一項你沒有達到的話 你會被扣15分這樣 如果你有兩項沒有達到你 那25分就會消失了 但那個倒過來講就是說 只要你這些都有用 你用的深淺並不影響你的得分 你只要有用 但你不要只是宣告就好 你要真的有使用到 那麼你就會有這25分 但是這樣有同學就會覺得說 那我辛辛苦苦用了半天 結果大家都有25分 這樣好像不太公平 這樣不會不公平 因為你用到什麼Function 會反映在你的實用性上面 譬如說你的Stream 你就是宣告Stream 然後你不知道幹嘛 就是把他們兩個先做個compare 再丟回去 這樣也可以 但是當我們問你說 你幹嘛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就會講不出來 那我們就會覺得 那不實用 所以你這個分數就會低這樣子 倒過來講也是 就算你沒有用到所有的Function 但是你讓我們覺得 你這個真的超級實用的 那你覺得分數就會很高 所以這個是算是基本上就是算 給大家的基本分數這樣 只要你有達到 我們這邊前面說的這六項這樣 因為這個是個期末考 我們之所以會這樣定 會改成說 沒做到一項叫code 15分來 讓大家一定要去做的原因是 因為它是個期末考 它應該是要把大家目前所學過的東西 都要用進去這樣子 所以這邊就請大家再看一下 然後我跟大家說明一下 這個point指的不是檔案的point這樣 檔案歸檔案這樣子 這個point就是之前交的指標 那個有Function丟那些資料的那個 檔案的point不算在這個裡面 所以如果你只有開一個檔案point 然後卻沒有那些Function指標 那這一項你會變得不滿足這樣 然後簡單簡單來講 就是這一項第一項裡面 只要有任何一個你沒有做 第一項就是沒有分這樣子 就是說譬如說你不會說 譬如說我這邊只有point沒做 那我是不是還有一些分數 沒有就這一項就整個沒有分這樣子 規定上是這個樣子這樣 然後這個地回是你有做 你要強調出來是額外加分的 還有這個程式執行時間跟記憶體的多寡 這個後來改成也是額外加分的 因為我請朱教具試了一下發現 DAVC++他沒有辦法跟你說這兩項資訊 他就算跟你講程式執行時間也是錯的 也是那個過度悲觀的結果這樣子 就你也可以秀啦 所以我們才說是加分就是 你可以秀出來但是 我們會知道那個是錯的 所以他可能跟你說你的程式跑一分半 可是那一分半可能包含了你整個電腦 可能還有做其他事情的時間 不是單純做你的程式的時間 所以你可能會覺得很奇怪就是 為什麼你的程式明明看起來就小小的 可是你去用DAVC++看起來 用的時間好像會很久 那可能是因為DAVC++要秀出來的是 過度悲觀的時間 如果你真的要非常精準 丟到工作站上是一個好的一個方式這樣 但不是每個人都學過工作站 所以這一項跟這一項現在是加分的 如果你有方式可以秀得出來 你也要跟我們講你覺得這個準嗎 你講得出來這個就會是你加分的項這樣 不做也OK啊 這兩個你現在不做也OK這樣 然後想一下 同學有問說 什麼叫做程式正確性的驗證 是不是要把每一部都印出來 這個不一定 我們這一句話意思是你要跟我們講 你為什麼覺得你的程式執行結果是對的 用你們自己的方式這樣 你怎麼自己驗證你寫出來程式一定是對的 就全部印出來給你看那是對的啊 那也可以這樣 如果你要這樣子印 基本上譬如說 我講一個常見的方式 譬如說我現在假如 我先用另外一個例子 我做了一個乘法器 我怎麼知道我這乘法器是對的 我可能不會是印出每一行的結果給人家看 我會說我用了譬如說一萬種不同的數字 有大乘大的大乘小的 正數乘負數這樣子 跟你講 我有驗證過各種不同可能性 他都是對的 寫在報告裡面 寫我們驗證過就好 你們怎麼驗證的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看你怎麼講 只要可以讓我們相信 你真的有做驗證這件事情就好 所以我才說不一定是要每一行印出來 因為我不太確定你印出來 我們看不看得懂 這個就代表有驗證過這樣子 所以就是思考一下 你們覺得這樣子是不是 也許找一個不同的同學來看一下 你覺得這樣子你會不會相信 我們已經驗證過了 所以譬如說你做了 你做遊戲軟體的好了 譬如說 如果我現在有什麼特殊情況 你的程式可以處理嗎 譬如說我這個血量有沒有可能 這樣舉例好不好 譬如說GPA計算 如果有一個人的成績 現在高到120分 你的程式會不會當掉這樣子 類似這樣 如果我的成績現在各式各樣的人的成績 所以有人很低有人很高 有人低到0.5的 有人破百的 這樣你的程式會對嗎 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來說 這一項就是 你跟我們講說 你有試過拿幾種input組合 然後它都是對的這樣 基本上我們請大家用到至少100個 應該就有包含到 不同的可能性 然後你又是用 假如你是用run sheet的方式 產生這100個 那這一項你基本上 應該是不太會有問題這樣子 因為你就有100個不同 你自己可以跑更多 最少是100個這樣 所以你這個正確性的驗證 取決於你想要怎麼講 你自己有沒有信心 問一個更乾脆的問題 就是你的程式做完 賣給別人 你有多少把握 它不會跟你說 你的程式是有問題的這樣 譬如說 之前我用的例子都是 做IC設計那個課程 你做一個懲法器之後 你做驗證嘛 然後我就問你說 你有多大的把握 說你這顆晶片下線之後回來 一定會動這樣子 因為下線一次要多少錢 上次有跟大家提過嘛 下線一次如果你現在 據說你如果用什麼90奈米 大概要一千萬幾千萬 所以你會發現 以後你去科技公司的時候 會看到 他們在下線的時候 會放一堆乖乖 在他們的工作站 還有去拜拜這樣 因為回來 會動跟不會動 就是數位訊號 這樣 0跟1而已這樣 是0一千萬就沒了 是1你就可以賣這樣 所以就是這個意思就是 大家跟我們講 你怎麼做驗證這件事情這樣 驗證應該是要包含 各種不同的 input的可能性這樣子 所以應該是要聽大家 報告你的功能是什麼 我們就會知道 怎麼問你 你怎麼做驗證的 你自己可以思考一下 你的程式有沒有可能各種不同的可能性 你都有考慮過嗎這樣子 好 那 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 關於這個部分 還有沒有什麼不太清楚 然後需要先確認好 那個流程圖是要畫哪一種 因為你剛才 你說剛剛是要寫那個 畫結構圖那一個 就是我們作業的那一個 跟作業的格式一樣 如果很大的 很大 就是大概會用到海報紙 可以請問一下 它可以拆成好幾部分來寫嗎 就是類似 像我們剛剛那個 最後那個範例 它就有三塊不同的流程圖 三個方形這樣子 如果你真的需要畫到海報紙也是可以 對啊 海報紙 你如果真的要用海報紙才能畫得了 你甚至也可以把海報紙 你 我們可以支柱你買海報紙 不過我是覺得可以拆開來那個 拆開來寫這樣子 還有沒有什麼要確定 關於這個專題 所以這六個都要有 就是少一個會扣到15分這樣 但倒過來就是 你如果都有就會有25分了 接下來就是看大家到時候怎麼講 講下面的這一個 這些東西這樣 所以到時候我們就會看 下禮拜的時候就會看大家 你到時候就是直接用電腦講就好 不用再做海報 電腦做類可能投影片吧這樣 然後跟我們講這些東西 就是基本上我覺得 你可以講這些標題 然後這些內容 我們應該就可以知道 這幾項的分數這樣 你跟我們講說 你這個作品的動機是什麼 你想要你遇到什麼困難 然後你覺得這個東西可以去幫你解決 然後你這個東西有什麼特色 跟它用在哪裡 你的這個專題有什麼功能 以及最後是它有什麼優缺點 你覺得你這個專題做出來 它的優點是什麼 缺點是什麼 要注意一下 我們不會因為 應該說原則上 我們不會因為你寫缺點就扣你分了 我們反倒會覺得說你自己知道 你這個東西還可以再改善的地方在哪裡 除非你寫出來沒有優點 都一堆缺點 那就很奇怪這樣 你就說我這個一無四處 我這個優點就是符合你這個基本要求而已 這樣子 不過這樣很奇怪這樣 有的人說我的優點就是沒有缺點 這樣也很奇怪這樣子 就是你自己知道你這個做出來優點 比如說功能你覺得很好用之類的 然後缺點就是你覺得這個執行時間還有點慢 這可能之後可能還可以再改善之類的這樣子 如果你講缺點的時候 你可以順便分析一下說 你覺得為什麼你們的程式有這些缺點的話 會更好 因為比較像是在做研究這樣子 所以講這些東西就會決定你的 我們怎麼給這個創意實用性 跟這個實體展示就是你怎麼講這個東西 然後你程式demo出來有沒有跟你講的一樣 真的會work這樣子 然後書面報告就歸書面報告的這樣子 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這樣 關於這個有沒有什麼不清楚的地方 需要我再回答的 展示之後互動 最好是這個樣子 說一下展示的部分 就是互動越多的確分數會越高這樣 如果你是說我過去 然後你就說老師我們這個呢 就是很簡單就按一個enter 它就會全部跑完 或者是你互動給我們看也可以 就是你要輸入哪些東西這樣子 就是說如果你一個按enter全部跑完 我們可能會根本不知道你的程式到底在幹嘛 你就說過來之後 老師我們為了節省你的時間 所以我們做一個enter鍵這樣子 你就按下去之後就啪啪啪啪啪啪 然後就做完了 不是要檔案輸入嗎 對啊 需要做一個檔案輸入的一個互動 你的互動是指這個意思 我們是做遊戲啊 所以除了檔案之外 你們沒有那種需要人在輸入的部分 對啊 用檔案輸入的部分 好如果這樣也可以 但你可能要說明清楚 你的程式到底在做什麼 不要過去就是按一個enter 然後它就真的這樣啪啪啪啪啪 然後我們也不知道你在做什麼 這樣子 這樣子 場面會有點尷尬 嗯 嗯 你做得很好 呵呵呵呵 就是 至少你到時候要跟我們講這些東西啦 譬如說你可能會 一開始 流程上應該會請各組 你們看誰要報告這樣 或者是都要報告 先講你的動機是什麼 這些這樣 講完之後說 那接下來我們demo一次給大家看 它怎麼弄的這樣子 這樣子 所以如果沒有需要使用者輸入也OK 那就是 讓我們知道你要做什麼 這樣子 我們可能會請你打開什麼東西出來看 譬如說 你輸入檔案 我們請你開出來 我們看一下你本來的 輸入檔案是什麼格式 這樣子 對啊 啊 你demo就歸demo 大概我估計一下應該 可能有五分鐘可以講吧 五分鐘我個人覺得很快 但是對一些同 對對對 我也是這麼覺得 我在研究所叫他們做五分鐘報告 他們都兩分鐘就講完 呵呵呵 兩三分鐘講完 所以五分鐘的時間 大家講一下 你可能就做五頁就好了吧 就第一頁就介紹你的組員 好啊 一頁兩頁三頁四頁加那頁五頁這樣 這樣 一頁講一分鐘已經很快了 我個人覺得 就以後你做一些學術報告 一頁你可以講一分鐘就很快了 這樣子 對 如果時間多一點會讓大家再多講 因為我們要留問問題的時間 這樣 然後還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各組同學 不只會我們會去問你問題 請各組的同學 你們也要派人 就一個人分配一下 我們好像有二十幾組 你們各組要派人去其他各組去聽他們在做什麼 然後寫一下兩個東西這樣子 一個是你覺得他們那一組的優點是什麼 第二個是寫 不是寫缺點 是寫建議他們可以再改善什麼地方 不要寫缺點啊 這一組做的真是爛得一無四處這樣子 我真的看過有人 他是寫在facebook上 他修另外一門課 然後說我真搞不懂 做這個垃圾也可以得九十幾分 他真的寫這樣子 我覺得他有點偏激這樣 我覺得有點害怕 不是修我的課啦 所以我通常都是要求大家寫優點跟 建議可以改善的地方 你就不會寫說這個 這垃圾可以變黃金 什麼 就是說你覺得他們這個時間可能太久了 然後可能可以改善一下這樣 所以到最後我們會把 這些意見全部匯整起來 然後大家可以自己看到 所以你最後的專題我們 我跟助教給的是 大家的學期成績相關的 但是除了這個之外 大家會看到 所有其他各組 對你們這一組的評價 你自己思考一下 後續你有沒有要再改善 因為這個做得好 可能你之後 推真還是要申請什麼獎學金 就會蠻有幫助的 他就是你的專題作品 所以你可以自己參考一下說 別人給你意見 你覺得會不會 也許你以後就可以拿這個東西 去跟老師說 是不是可以繼續拿這個做專題啊等等的 這樣子 所以目的是這樣 我不太希望只是我們去看而已 同學們自己也要派 所以你們一組如果有四個人 可能假設我們二十組 那你們可能一個人就要分配看五組 匯集起來就是 所以最後那個期末報告的時候 請大家要匯整 你對其他組的看法 所以譬如說如果你是第一組 那你可能期末報告最後還要附上 對其他十九組的優缺點 每個人分配幾個 也不用到組長一個人 要看到二十組那麼多 所以分配一下這樣子 好 然後到時候地點上面 我去問了一下還真的蠻貴的 所以地點的部分我們會改成就是 在這邊跟隔壁那一間 隔壁有6018 電工實驗教室 那裡面也可以做demo 所以這邊到時候會畫幾個區域給一些組 其他組在那邊 所以就在這兩間這邊動這樣子 然後中午我們會準備吃了給大家 基本上是便當 所以基本上就是說 中午到了應該十一點四五十的時候 就請助教們拿回來了 然後我們還要 還要先記得先付錢給便當廠商 要不然我們會上報 因為我們一定就是一百一十多個這樣子便當這樣子 對啊 不付錢等一下我們臨時說 不好意思我們那個天氣惡劣 我們沒有辦法訂 那一定就會發生 高雄某國立大學 謝姓助理教授 訂了一百個多個助理便當 訂了一百個便當 卻不來拿 那我一定會出名的 我不想要出這種惡劣的名字這樣 所以那個是還好 就是到時候我們大概會進行到12點吧這樣 然後12點之後我會請一個公司的經理來 稍微介紹一下 程式設計在他們那個公司可以發揮什麼作用 讓大家知道一下 你學這個以後可能可以怎麼做 有什麼應用 然後你可能也許會想要去他們公司實習之類的這樣子 好 那個公司是個鋼鐵廠 所以它 它會讓大家知道 其實現在寫程式很多 是可以用在傳產上面 可以幫助到很多地方這樣 反正那個只是跟大家聊一聊 不用太大的壓力這樣 它就是只是跟大家聊一聊而已這樣子 好 所以那是讓大家知道一下 學程式設計 以後你可以用在什麼地方 就如同我一開始在這門課的最先 跟大家講的 我這個課其實不是想要教你怎麼寫 就是程式語言的內容 本身不是我的目的 最重要的目的 是要目的是要讓大家了解 學程式是要解決 幫你方便的解決什麼問題這樣 所以整個學期下來 我們都是有跟大家講 現在我們要解什麼問題 然後 這個內容的什麼東西可以拿來用 這樣子 所以這樣 看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這邊 專題的部分 就是把你的專題的內容 就是 格式我們會再給大家這樣 基本上就是再把這個寫清楚這樣 因為到時候你是用投影片講這樣 書面報告就是在 1月22號的早上9點之前交 注意一下這個不能遲交 遲交你就0分了這樣 因為我們要打分數 9點以前 一定要9點以前 這個展示完之後 因為剛剛不是有請大家去看各組的那個 內容嗎 那個內容也要寫在書面報告裡面 你大概還有 如果扣掉禮拜五 你還要期末考 就趁六日趕快把它整理一下 看你們組員裡面有沒有分配誰 哪幾位是要寫書面報告的 那個禮拜一的早上9點以前 一定要交 因為我們那時候就會打分數了這樣子 然後還有一件事情就是 書面報告上要請大家 付一個貢獻表這樣子 其實禮拜四就可以付了 算了 就是 負債貢獻表 你們把它掃描起來 負債報告的第一頁好了這樣 貢獻表就是說 你們這一組 你們四個人 對於這個專題的貢獻是幾分這樣 百分之幾 所以理論上來說應該都是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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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如果不是也OK 因為就你們自己看這樣 我跟你們講過我怎麼算個人成績嗎 會看那個貢獻比例來算這樣子 最後一個要提醒的就是 這一天大家一定要都要來 因為那天要確認 因為它是個期末考 沒來就等於是缺考這樣子 你如果沒來你的專題個人成績又是零分這樣子 整組還是有分數 但你個人的成績會變成零分這樣子 所以你不會因為 你的組員不會因為你沒來 而整組拿不到分數 是你自己會拿不到分數這樣子 但組長 組員也要提醒各個組員要記得來這樣子 就這天這樣子 地點在6019跟18這樣子 還沒有什麼疑問啊 這還蠻期待 看到大家下禮拜的展示的這樣子 五分鐘 其實我覺得應該還可以啦 因為大家到時候應該 我即使跟你們講說不要太緊張 你們應該還是會緊張的 上次面試的時候一個進來 跟他不要太緊張 他說好然後就一直飆喊 想說有這麼緊張嗎 怎麼這麼恐怖這樣子 他真的一直流汗 然後講話一直結巴這樣 很緊張這樣 好 所以有沒有還要確認了 關於專題的部分 所以那些該達到的 請大家要特別注意 你組長跟組員 自己交叉check一下這樣 Function你有用嗎 然後if else for回圈還是fire回圈 資料的指標 正列 自竄 結構 檔案處理 這些你有沒有每個都有用 這樣 不能只是宣告 要真的有使用到這樣子 有用到他的什麼Function 這樣 這個是加分的 這兩個也是加分的 這樣子 好 如果沒有最後 讓大家看一下一個東西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去 細上網頁看這個 咦 怎麼沒有存到這裡來 對啊 為什麼 這裡啊 這個啊 笑話 笑話 我幾乎都有講完了 看一下 有幾個很冷的 有一個很冷的 我可以先跟大家講 但這個冷的程度 我本來覺得很冷 但我講給我的研究生 聽他笑得動不倒我西歪了 這樣 你們有聽過 董志成嗎 那我看 這笑話就是這樣子 有一次 胡瓜 他去台積電面試 然後台積電的主管 就問他說 你懂自成嗎 笑 笑 笑 然後就說 不是我是胡瓜 笑 笑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你們真的覺得蠻好 我個人很害怕 講這個笑話 因為我覺得很難 就去台積電 他就做自成了嘛 然後胡瓜還面試 他就一定跟他問他 你懂自成嗎 他說不是 我是胡瓜 笑 所以有的笑話 我其實不太敢講 笑 因為我講了不知道 效果好不好 這樣子 我可以讓他 既然大家有看到 那我把剩下的 還有兩個很冷的 沒想到在學期的最後 反倒大家這個 反應比較 有個很冷 這個 這個 這個我其實一開始 我覺得很好笑 但現在覺得還好 有個小明問他媽媽說 什麼是女朋友 然後就跟他說 女朋友就是說 如果你表現長大 是個好男人 你就會得到一個 然後 那小明就很好奇的問他說 那如果我不是好男人呢 那媽媽就會說 那你就會得到很多個 這樣子 然後還有這個 海綿寶寶這個 他說海綿寶寶 那不然 欸 我有點忘記怎麼魔法 哈囉派大星 什麼之類的這樣 然後說 欸 我去抓了螃蟹 你想不想 猜我抓了幾隻 他說好我要猜 然後就跟他說 如果你猜得到 我抓到螃蟹是三隻 我就把螃蟹都送給你 然後海綿寶寶 還說好 那我猜兩隻 這我覺得 好像要看過海綿寶寶的比較會 以前我有個學生會唱海綿寶寶 那時候主題曲這樣 叫他在尾牙的時候表演 他就不要 好 大概是這樣 這個就是想要跟大家講的這個 這個 這個不知道在你們 你們會不會去看戲上網頁 有個大學專 大學部的學生這樣 這個就是大家大一學的東西嘛 好 計算機程式 你下學期還會再修 微積分 普通物理 微分方程是這學期嗎 下學期 下學期 線性代數 所以你們這學期 學了數位系統 譜物 微積分 計算機程式 跟概論這樣 大二你們會再學這些 電子學 電池 電路 訊號系統等等 一直學到大三上 就解脫了這樣子 實際上到了大二 到了大二 你就可以開始選修不同領域的各種課程這樣 今天你學完了這個計算機程式 你可以在每一組幾乎都可以用到 就你之後要解每一組的什麼問題 你就把它Model好 你知道它的Input Output 它怎麼運算 你就一定可以寫程式 所以它算是一個 我們這門課算是個基礎課程 你以後可以往這些領域走這樣 如果你對於寫程式真的很有興趣的話 建議大家可以往多媒體 網路多媒體 這個以後可能會更加火紅 因為人工智慧的關係 所以大二你還可以再修資料結構 就是更詳細的 這學期只有教一個 那個堆疊 那個堆疊而已這樣 然後大三這邊 如果你走這個 你還可以修什麼 電腦視覺 譬如說那個自動駕駛車怎麼運作的 影像處理啊 影像處理 視訊編碼等等的這樣子 那其他你就可以再看一下 你如果想要走控制的 你也可以修這個音頻電路設計 你可以做 我看很多人都做那個電吉他 如果你對於玩Band很有興趣 這個應該你會覺得很有趣 然後因為我是系統晶片組的 所以我對這個其實比較了解一點這樣 就是你大二如果你真的想要做數位IC 大二可以修硬體描述語言 或者你如果認識邱日清教授的話 你想要做一些譬如說 什麼AR VR相關的 嵌入式軟體設計 這個你可以修 然後如果你想要做CPU的 你想要在大學修CPU 你可以修計算機組織 就是他教你怎麼設計一顆CPU這樣 那如果你 你只是你想要不只 你想要又學硬體描述語言 又學IC怎麼設計的話 又學數位IC怎麼設計的話 那大三有一門課是我開的 是這個實用數位系統設計 下學期你可以考慮看看這樣 因為我那門課教大家的是 CPU不會談到 當然會教你做實用的地方 譬如說乘法器這樣子 你說跟一般的數位系統設計有什麼不同 因為那門課一定要寫寫那個 要把電路做出來 你們你們該不會現在數位系統 就要做東西出來吧 不用嘛不用做PGA嘛 沒有就是理論這樣 直筆算一算嘛 然後畫卡諾圖嘛對不對 這門課就不會畫卡諾圖 這門課就要叫你把整個電 把一顆IC做出來 數位的做乘法器而已這樣 如果你想要做CPU的話 研究所還有一門課這樣子 那其他你就如果你想要走生E的 那我們這邊也有生E的課 就你想要做 我們有那個做MRI的 就是一個裝執照是這樣子 就是那個核磁共振的影像處理 這樣 他做專題還蠻有趣的 他會叫你把一個什麼水果 蘋果放到MRI的機器裡 MRI你有看過嗎 在日劇裡面很多嘛 躺在一個東西上 嗯嗯嗯 那出來就有個東西 然後上次他的專題是叫 要同學把水果放進去 觀察一下MRI可不可以用來 看出水果好不好 就你水果不是要這樣彈嗎 摳摳摳 他就叫你做MRI這樣 我聽完之後我就只有一個 好奇的問題就是 請問一下這個 這個如果不是修課人可以去玩 因為MRI照一次聽說很多錢 他說只有做專題才能去 所以如果你現在是大二三的同學 應該是這禮拜 下禮拜會有一個什麼專題的說明會 是一個進階專題的 系上會辦你可以去聽聽看 最近系上會開哪些專題這樣 可以聽一下哪些有興趣這樣子 大概是這樣子 好所以你可以參考一下各個領域的 如果你已經應該好像有要開始做一些選修了吧 好像是什麼有八門選修課 是大家畢業前一定要修的這樣 所以最符合的應該是 應該說直接來看最相關的是 網路多媒體的這邊 有的一些程式相關的課 跟我們這個系統晶片這邊 你要做IC設計 如果你是做王老師王院長那邊的 你可能就用到程式的比例會比較低一點這樣子 但還是用得到啦 大概是這樣 我只要讓大家你可以去看一下 仔細看一下那個 我們就是電機系網站的那個 大學部學生那個專區吧 就有個這個叫課程地圖 上面被蓋掉課程地圖 然後有一個經驗可以分享給大家 大家可能就想說 我們這邊有1 2 3 4 5 6 6個組 你怎麼知道你以後要走什麼組這樣 我個人的經驗就是刪去法這樣子 就是你就去修那一組的課 基礎的課這樣 修一修之後你發現 這個根本跟我的調調一點都不合 你就可以刪掉了 但是還是要提醒大家一句話 就是出來走總是要還的這樣 因為我個人經驗是這樣 我大一的時候修完計算機程式 我就把計算機組刪掉了 修完電子學我就把電子組刪掉了 所以修完控制就刪了這樣 然後我到大三的時候只剩下 好像是系統晶片跟可能是 不對應該是電子來留著 是這些都刪掉了 大三剩這個跟這個這樣 我想說那大三的時候去做個專題這樣 那我不喜歡寫程式 我去做專題就是要叫我寫程式這樣 所以如果你是不想寫程式 跑來系統晶片組 你就會是有點大錯特錯這樣子 就是他一定要用寫程式 後來我發現寫程式還蠻好玩的 因為在那個階段我比較知道 到底程式要用來幹嘛 所以我才說我開這門課目的 有個使命感是希望大家不要因為說 程式設計可能教的太快 你就會覺得好像不知道該怎麼用這樣子 所以你可以 所以那時候我又對程式設計 變得有興趣起來 所以其實你就算刪掉以後 還是可以考慮一下這樣 可能你還會覺得有趣這樣 所以如果你是要走電機領域的同學 你就可以參考一下 你大概未來的路要怎麼走這樣子 就必修的課一定要修 選修的課你要怎麼走 可能有的同學會說 就挑那個又良分數又高的課 這無可厚非 但是我覺得你還是需要去想一下 你未來的路這樣子 比較容易你可以比別人更有競爭力 找到更好的工作這樣子 所以大概是這樣 我只是要跟大家講一下 這門課修完之後 有一些 就很像你打電動 你到了一個等級之後 你就可以轉直這樣 看你要轉到哪裡去這樣 這個跟轉直不太一樣 是你轉到別條路 你還是可以轉回來這樣子 好大概是這樣 有沒有什麼要詢問的 關於這個 這個有點 比較像是我們總結 因為下禮拜就沒有要上課 直接聽大家做報告這樣子 哪一個組他的畢業率最好 畢業你是說大學喔 我知道不會畢業的都大一就走了 就是大一之前有一個就過一學分 我想說怎麼可以只過一學分 這是什麼東西過一學分 他就被退學了 就是基本上 你如果可以活到大三 你選哪個組都可以畢業 是說你 要可以活到大 我以為你指的是研究所 你說哪一個組研究所 可以念兩年就畢業 還是要念到四年 要念四年 就是你跟他說 你是碩士班馬隊 我碩士 那哪一個組要念到四年 有一個組你自己去網路上查 你就會知道 所以我不太想講 這樣子 你去PTT查 你就可以知道 我們這裡面最出名的是哪一個組 請試一下 請試一下 基本上是這樣 就是我們那個是這樣分的 夾以餅丁物己這樣子 你自己去PTT看說中山 什麼東西最好吃還是最不好吃 最難吞得下去 你自己查 你自己查 就是是這樣 我們這一組 我們這一組 在我們這邊還好 在台青交層 聽說是這樣 弱一點點就這樣 但是這樣子之後 可以去聯發科 這樣子 就看你覺得值不值得 這樣子 因為聯發科 我個人開玩笑的解讀 是聯發科需要抗壓性高的 如果你在碩士就這樣 你抗壓性一定比一般人要高很多 這樣子 我個人解讀啦 當然還有其他的 他們會做的東西 可能跟我們也不太一樣 這樣 所以你們自己查 有的網路上評價 也不見得是真的 你自己看PTT 有的跟你講說 我大推這個組 或大推這個老師 你自己看著辦這樣子 你自己看 就是別人的意見聽聽就好 你實際上去修課 你就真的會知道 那個老師是怎麼樣這樣子 你可能也有聽過 我們系上一些老師的評價 人家說歸說 你真的自己也這麼覺得嗎 這樣子 還是自己去體會一下比較好 這樣 好 有沒有別的問題 所以基本上 你只要真的必修課可以撐完 後面的路就還蠻寬廣的 就看你自己 當然以後大家還是 可能或多或少會修一些 比較容易修的課 這邊是你只能選 沒有沒有 我們沒有 不像打電動一樣 你不會是說走這條路 就只能一路往下去 你可以多選 你可以一學期修 三十一學分的樣子 你要超修可以超到三十一學分的樣子 還是二十八啊 你可以試一次 我大學有試過一次 但我後來就不是 因為真的很累 可是我後來發現 修三十一學分跟修 十三學分是一樣累的這樣 因為就是十三學分 我沒有覺得我時間比較多 因為我還是拿去做別的事情 修三十一學分 我還是做那些事情 只不過 我就參加戲隊啊 然後念書啊等等 我覺得還是一樣忙這樣 因為十三學分 你只是修課壓力少 你其他不知道拿去做什麼事情 這樣 所以我個人是不太推薦大家 要去修兩課 你修一些你對你未來 你自己先想清楚 你未來想做什麼 修一些有幫助 像我覺得 這是新的課程啊 不過說新也是去年的事情 這樣 這個就還蠻實用的啊 就真的做一個電吉他 就好像這一次專題 剛剛說的 有個進階專題 那個最後的競賽 好像這個同學做電吉他 就得冠軍了 5萬還是 還是3萬 他就做一個電吉他 就自己玩Bang的那一種 如果你想要做那個 智慧車子啊 影像處理啊 視訊編碼啊 等等的啊 就還蠻不錯的這樣子 你想要做 你想要做手機的 我們現在 我們這個組有好幾個 手機做天線的大師啊 之前的一個叫汪金若的老師 手機天線 紅機也跟他拿授權 然後整個技轉金 一個人一年 好像說幾千萬 然後如果你要另外一個叫 紅紫勝的老師 做了一個那個 欸就是 不用接觸到乳牛 然後你就可以用一台機器 知道他健不健康 隔空的 你可以看到他們在七樓做實驗 他現在要做穿牆了 這樣弄 然後就美國一間農產 農場的公司 就跟他買這個技術 幾百萬美金吧 對啊 這個電波啊 我個人對電波對我來說 比較懸一點 因為我沒辦法想像電波 在這邊怎麼弄 可是他就真的有 有那個效果出來 因為手機也是這樣子 電力我們這一組也蠻強的啊 就是應該說我們系上 做那個智慧電網 以後那個 為了要省電這樣 電子組就是一般蠻多同學 就會選這一組這樣子 網路多媒體 剛剛有提過了嗎 我們這一組 也算跟電子組差不多熱門的 這樣 就蠻多同學想走IC設計 你就看你想要 你學完電子學 你就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你的IC 你想要做數位類比 還是混合的 就是有數位訊號 也有混合訊號 電子學就是教你做類比的這樣 你修完電子學 你就可以考慮一下 你要做類比電路嗎 因為有的就是說 修完之後他就說 我是類比天王 類比電路他 你如果對電子學真的 念念不忘 有極高熱忱 那你真的很適合做類比電路 因為類比電路很好找工作這樣子 而且他薪水又很高 因為他很難培養 所以蠻多條路 跟打電動不一樣 你可以一次獲得多項技能 但研究所你終究要選一條路走這樣子 這是大學你可以有這些選擇這樣 順便讓大家知道一下這樣子 每個工作 基本上 你只要電機系 或你有電機的專長可以畢業 你一定不會找不到工作 一定不會 是你想找什麼樣的工作 是你要薪水高嗎 還是工作下班時間正常 現在新的勞機法通過了 你可能有看 反正你可以仔細看那個內容這樣子 你是想要哪一種工作型態啊 你自己覺得你畢業的能力 可不可以幫助你拿到那個工作啊 所以有時候研究所念久一點 不見得不好啊 因為他可能讓你後面的路很好走這樣子 所以現在碩士是蠻多的 雖然是開玩笑 但是真的是有碩士 其實碩士你們知道可以唸幾年嗎 欸可以這麼久 我之前是要六年這樣子 就是四年 四年都可以 然後兩年休學 就六年 你可以保留學期兩年 但沒有人唸到碩五碩六的 可是沒聽過 那博士就可以唸到九年這樣子 還有唸第二輪的 別的學校還有唸第二輪的 九年唸不完再考一次 再唸第二輪 但是他唸完之後還是去聯發課啊 就是看他自己覺得值得這樣子 好 有沒有什麼 因為以前大一有這門課啦 有一門課跟他介紹每一組在做什麼 想說最後趁這個比較結尾的時間跟大家講 電機的多媒體跟資工的多媒體 你說這邊喔 對 這個我覺得我們可能教的會比較沒那麼程式 資工的應該是比較多程式的詞作在裡面喔 猜測啦 你還是可以去看一下 現在的課程 下學期有哪些課已經出來 但大綱還沒上去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這樣子 再來是這樣子 好 如果有什麼比較 想說私人想要在私底下問的 也可以等一下再問這樣子 有沒有還有想要公開問 你覺得這個資訊對其他人可能也想知道的 好 那沒有的話 我們今天的課程就上到這邊 下禮拜記得九點十分準時來 我們會先讓大家知道美組在哪個地方這樣子 好 好